好 以下我們要介紹十斜形態的電場跟磁場 我們已經介紹了複數形態的 就是空間形態的 那現在十斜形態的電場跟磁場就是real 時數 它的時數它含有harmonicum 含有t 你就是把我們空間複數形態的電場乘上exponential 接omega t 之分去real 就是這個 這個技巧一定要學會 所以以後我們求電磁波函數 電場函數跟磁場函數都是先求它的空間函數 就是從空間函數的max equation來求這個 你不要管時間 求出來以後 然後你乘上這個 取real 就是時數的 好 那麼這個值不就是這個值嗎 不就是這個值嗎 接著我們這個拿出來 這個值不就是這個值嗎 好 然後呢 你現在要取real 這個本來就是real 這個exponential一個 兩個 三個 乘起來就是exponential j 乘起來就是exponential j 這個 它本來有cos 再加上jsin這個 我只要real 所以只有這一項 那麼這個就是 實現形態的電場 是超z的正方向傳播的 這個是超z的負方向傳播的 這個是exponential 比場也是一樣 你by求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是負數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real 這個跟這個道理一樣 这个可以化成这样子 然后你去real 这个是real 这个也是real 提出来 这个里头 一二三 那就Omega t 减β0z 加5 去real 这里有个简号 这个就是朝正z方向传播的磁场 这个是朝负z方向传播的磁场 外边正 外边正波 底下我们就看 真空空间 电磁波的行进速度 电磁波有了 我们现在要问 它的行进速度是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个 正x方向的 我们先看正x方向 是这个 b场是这个 那我们 主要就是要看 face等于定值的时候 这个等于定值 不一定写波峰 就是等于某一个定值 然后你 这个是定值 这个是定值 β0定值 Omega是定值 那就 t不断地增加 z也要不断地增加 所以 Vp就等于 Dz over dt 要等于0 等于 这个都是0了 等于0 那就是 Vp等于Dz over dt 等于Omega over beta 0 Beta 0是这个 所以我们把Omega消掉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发现 电磁波在 空间真空 free space里面 它的传播速度 这个你把 μ0跟 ε0的值 带进去 开根号 再求导数 差不多是这个值 这个就是什么值 光在真空里面 传播的 速度 或者是它的速率 所以 我们就知道 原来电磁波 光波就是电磁波 光波原来就是电磁波 它的速度 在真空里面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 这个跟这个 分别向正方向行进的 这个代表 这个平面电磁波 X偏证 向Z的正方向传播的 平面电磁波 它的电场 这个就是 Y方向 磁闪就是Y方向 我们偏证只讲这个 这个向正Z方向传播的 电场跟磁场 同样的道理可以知道 负方向的话 我们这里是用正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VP 等于负C 等于负C 所以这个 EX负的 这是时数 这也是时数 分别代表 向负C方向行进的 电场跟磁场 好 现在 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前面 电磁波 电场 求了一次 磁场又求了一次 对不对 我们发现 不需要求两次 你电场求出来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磁场 因为电场跟磁场之间 有关系 它的政府有关系 你看 这是电场 我们只看它的 Space Park 这个是它的磁场 那么我们现在只看 正方向传播的 正方向传播的 刚刚我们得出来是什么 正的 对不对 那负方向传播的 比一比呢 刚刚得出来是负的 是负值 所以你这里用 正三乘十的八字 这里就要负好 所以我们发现 EX plus over BY plus 要等于 μ0 ε0 分之一 EX minus over BY minus 要等于负的 这一下 所以 你知道这个关系 就简单了 你求出 EX 出来 你就知道BY 对不对 所以BY 就等于什么 等于C 分之EX 这是BY 正的 BY 负的呢 就多了一个负的 EX minus over C 注意你常常会漏掉 这个负号 要注意 所以 这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直接 写这样子的 写成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因为C的导数 就是这个 你先看这个 是这个 C的导数 就是μ0 Y0 开根号 就是这个 所以 这很好记 很好记 你电厂知道了 BY就等于 它的amplitude 就是C 0plus E0plus over C 那这个 就是E0 minus over C 取负号 要记得取负号 OK 好 以下就是要介绍 用H常来表示电磁波 很多书上 很多时候 我们是用H常 来表示B常 表示这个磁常 在真空里面 H跟B有这个关系 对不对 所以 H就等于 B0 over mL BY over mL 这个就等于这个 那你这个都知道了吗 你只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这个 它就是等于 把这个 H 等于μ0 等于EY over mL 就等于这个 好 这个分数是等于 根号μ0 ε0 那这里又成一个μ0 好 μ0跟这里约到一个 就变成根号 μ0 over ε0 这个也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开放出来 还是个常数 我们就 令这个常数 叫做 ε0 它的值呢 你把这个值 带进去 它就是 120πΩ 或者是 377个Ω 你用3116 带进去 377个Ω 那这个值呢 就是负的了 它等于负的这个 它还是等于这个值 好 那H呢 我们就用这样带 H 你现在知道 你知道这个 E plus 你求Hplus 就等于 ε0分之 EXplus HY HY 这个 HY minus 就等于负的 A到0分之 这个 OK 好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写成这样形态 时速的正符 乘上它的 Initial Face 那就是H 的波 它的这个 空间部分 可以写成这样 好 要特别注意啊 A到0等于根号 μ0 over ε0 这要记住啊 120πΩ 也就是377个Ω 这个叫真空空间的 自由波足抗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for empty space 这就是用agita 来表示 电磁波 好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 好 我们现在对 X偏称 向Z方向行进的 均匀平面波 它的电场跟磁场 的复数形态 与时斜形态 我们都已经学过了 那现在我们就做一个 总结把它写出来 首先呢 我们就把复数形态 只有空间这一部分 把它写出来 比如说 它是E X Z X就是X偏正 Z就是 朝Z方向传播的 那这个 戴个帽子就表示 这个是复数形态 它可以分成 向右传播部分的 跟向左传播部分的 向正Z方向传播 跟负Z方向传播的 那么正Z方向传播的呢 它就是 Exponential 这个地方 J Beta Z 要用负号 它有一个 Complex Amplitude 复数的 正伏 那么 向左边传播的 它向左边传播的 这个复数正伏 跟这个不一样 那么 它的 Exponential 向它的指数 是正的 J Beta Z 那么 我们再一次 把这个 把它展开 复数的正伏 可以变成 它的 时速的Amplitude 跟它的Face Initial Face Exponential J Phi 就是Initial Face 然后 成长这一项 这个呢 就变成 负的 10负的 就表示是 向负方向传播的 正伏 它是正伏 是时速 然后 这个是它的 Initial Face Initial Face 它是正的 J Fi Minus 然后 乘上这个 好 那么 你电厂 写出来了 你记住 它的 单位 Volt Permeter 磁场呢 B场 这个是 X偏正 那么 B场就是 朝Y方向 震荡的 也是 朝Z方向 前进的 那么 它的 复数 形态 可以写成 向正Z方向 传播的 跟 朝负Z方向 传播的 两个 分量 那么 朝正方向 传播的 它的 Amplitude 就是 B Zero Plus 一个 Mod 这个是 等于 E0 Plus 就是 电厂的 复数 的 正伏 被 光速 来除 这个要 记住 以后 你写出 这个来 这个就可以 写出来了 那么 这个当然 还是不变 这一项不变 那后面 这个 E0 这个B0呢 B0就是 变成 E0 minus over C 不过 你要加一个 符号 这个符号 千万不要 忘记 它 要加一个 符号 然后 这个 不动 还是这个 最后 我们把 还是一样 把这两个 用 这样的形态 把它写出来 那么 这个就是 B厂 它的单位 Tesla 也可以 在这里 一般都是用 Weber per meter square 然后就是 H厂 H厂 它也分作 正方向传播的 分量 跟 副方向传播的 分量 那么 正方向传播的 分量呢 它的 Amplitude 是电厂的 Amplitude 那么 那么 这个是 符号这里 都要加一个 负的 负的 这个 B厂是 E0 over C 这是E0 over eta 零 然后我们把 这个 用这样 带进去 用它的 时速的 Amplitude 跟它的 Face Different Initial Face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它的单位 是Ampere per meter 你学到现在 应该 这个式子 一下就可以 写出来 写出这个 当然这个 就没有问题了 OK 好 这是复数形态 再来我们就看 Time Harmonic Form 时斜形态 时斜形态 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的 复数形态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次方 取时速 就可以了 所以它现在就是 向右传播的部分 这个 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是它的 Amplitude 这是Initial Face 这个是它的 向音子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那这个呢 是加Real 乘上这个 好 那这个 乘上它 你看这三个 在Exponential 都有J 我们可以把Exponential J 提出来 里头是 Omega T Z-Beta Z 加5 Plus 你Take Real 那就是只有 Cosine 这一方面 那么 朝负方向 传播的呢 这个也可以 把它提出来 变成Exponential Omega T 加上 Beta 0Z 加上5 Minus 外面有个J 那去Real 那就是Cosine 这个字 所以这个都很简单 对不对 那这是Volt Per Meter 这个也一样 B场的 实学形态 就是B场的 复数形态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部分 那这个我们刚刚 写过了 这是Amplitude Initial Phase 这个是 像因子 Phase Factor 取实数 这个取实数 就是Cosine 这个记住 它天生有一个 如果是B场的话 复方向 就天生有个复号 就是用B场来 用电场来求B场的时候 因为它有个微分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复号 这个取实数是Cosine 这个取实数也是Cosine 不过这里是个复号 不过这里是个复号 单位是Weber Per Meter Square 然后就是H场 H场的实节形态 是H场的复数形态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一部分是实数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三项合并 变成Exponential J 取实数就是Cosine 这个符号拿出来 这个也拿出来 这三个合并 变成Exponential J 这个取实数就是Cosine 是Ampere Per Meter 这个是我们学到现在 电场 B场 H场 它的复数形态 跟实节形态 我们都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 函数 电场的函数曲线 这是朝正方向传播的 电场的函数曲线 这个是一种行进波 对不对 这种形态是个行进波 所以T等于零的时候在这里 到T等于八分之T 就是一个周期的八分之一的时候 它就行进到这个位置 到四分之一T的时候 行进到这个位置 那么 从这里到这里 或者从这里到这里 都叫做一个波长 一个波长 那Initial Phase就是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时间等于零 Z也是零的话 应该是顶点在这里才对 因为多了一个这个 就是说它超前的一个Five Plus 比它早的一个Five Plus出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 那么这个 往这边传的速度就是Face Velocity 是光速 真空里头传播的是光速 这个是另外一种形态 用电力线来表示 电力线 箭头朝上的就是像这个 比较稀疏的部分就是 这一部分 比较大的 旁边就是它的intensity比较小 正幅比较小 amplitude比较小 就是intensity比较小 那这里就是负的 这两个是一个 就两种表示法就对了 那么我们看 均匀平面电磁波的电场 从右边的电场 跟磁场的函数 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电场如果是这样子 X方向变震 H场就是Y方向震荡 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 同步 in phase 两个互相垂直 两个都跟行进方向垂直 这个是 这个是B场 这个是电场 这个方向是行进方向 好 最后 我们就看 这个波 平面电磁波 跟平面电磁波 电场跟磁场 有以下几个特性 其实我们刚才都说过了 这是电场 这是H场 第一个特性就是 电场跟磁场的相位相同 电场最大的室 的位置 H场也是最大 电场为零的位置 H场跟B场也是为零 所以in phase 这个是Lamina 然后第二个呢 电场跟H场互相垂直 电场跟H场 跟磁场都跟坡的行进方向垂直 那么电场的方向 H场的方向 跟行进的方向 我们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E cross B 或者是E cross H E在这里 H在这里 但是E cross H 朝这边传播 如果E朝下的话呢 H就要朝那一边 就是E是负X的话 那么Y和H场就要负Y 方向也是朝Z的方向 这个要记住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个关系 我们先用 以后我们会证明出来 不过我们先用它 就是你知道电场是这个方向 电场的方向知道了 那H场呢 电场知道了 H场就是等于 an an就是坡的行进方向 cross E over eta 或者你把eta分之一拿出来 你都an cross e 如果你h场知道了 要求e场的话 那它就等于 eta h cross an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跟这个形态一样 写成an cross h 这两个互换的话 要加一个符号 这两个关系 我们先用一下 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出来的 先用一下 以后你求出这个 你求出这个 就可以求这个 求出这个 就可以求这个 或者以至这个 以至h场就可以求电场 好 现在我们看几个例题 假设在真空 free space 均匀平面电磁波的电场 可以写成这样子 注意它的单位 volt per meter 好 它告诉你 它的频率 f 是20个mach hertz 百万hz 就是20乘10的六次方 hz 现在问 这个坡的行进方向 政府跟偏证方向各为若干 坡的行进方向 我们现在解 这要看哪里呢 行进方向要看这个 j beta 0z 前面是负号 就是朝正z方向传播 朝正z方向传播 这个 因为它是负号 所以就是正z方向传播 从这里我们知道 这就是一般我们 向正z方向传播的 电场的扶数形态了 好 看这个就知道 它朝z的正方向传播 它的政府你要看哪里呢 看这个 1000单位是这个 volt per meter 政府 是1000mol per meter 然后偏证方向呢 就是看这个 电场震荡的方向 x方向偏证 朝x方向偏证 这是1A 好 现在要求 这个场对应的 b场跟h场 你知道这个 求这个很简单的 你只要把这个amplitude 被c来除 就是它的amplitude 把这个被heta 0来除 就是h场的amplitude 对不对 所以你看b场 它是等于 朝正方向传播的 是这个 电场被c来除 电场是等于这个 c是10 3乘10的8次方 meter per second 这个不变 除一除就变成这样子 单位就是weber per meter square h场呢 就是电场的amplitude 被heta 0来除 heta 0我说过 真空的固有足抗 它是120π欧姆 或者是377欧姆 这一定要记住 然后你就把这个 它的值 被这个除 把这个还留在这里 这出来的结果 就变成这个值 这个是什么 ampere per meter 好 c 要求 向正方向传播的 电场的 时鞋形态 time harmonic form 它就是把电场的 复数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时数 那么就是取时数 这个刚刚求出来 题目告诉我们是这个 成长它 那这个都是时数 那这个合并 这边是exponential j omega t 减 beta 0g 取时数就是cos 单位是这个 b场也是一样 你就把b场的 它是y偏证 它是y方向正大 b场的复数形态 现在称之exponential j omega t 你把刚刚求出来的这个 带到这里来 这个都是时数 c不晓得这么高 它打掉了 cos 这个是 weber per meter square 为什么都少了一个sc 很奇怪 那么 这个就是把h常的 复数形态称exponential j omega t 这个呈进来 取时数就是cos omega t 减 beta z 0z Ampere per meter 向常数 向常数 你要记得它永远是这个值 然后你要记得这个的导数 分之一是等于c 那这个就是c分之一了 是omega 所以2πf 然后 c除 2π有了 f它是20个mchertz 3乘10的八十分meter per second 它就变成0.42个 radian per meter 像素 就是这个导数分之一 因为它是真空里边传播 是这个的导数 就是3乘10的八十分 波长 2π被beta zero来除 5 那我们知道 lamina 又等于什么 lamina乘F 是等于波数 就是光数 所以 lamina zero又等于c over f 你可以用这个算 也可以用这个算 算出来 我们用这个算 3乘10的八十分meter per second 被20个mchertz来除 它是等于15个meters 15个meters 好 那是第一个例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 在空气里面 向Y方向行进的 调频广播讯号的 浮数磁场函数是这个 你现在先不管什么调频广播讯号 反正就是电磁波 的磁场函数是这个 不过它是向Y方向行进的 你不要指挥Z方向 现在它说是Y方向行进 那么它有两个偏正的方向 就是两个正当的方向 一个朝X方向 一个朝Z方向 就说它不是一个波 它等于是 这个波它不是单单在X方向震荡 也不是单单在Z方向震荡 它是在XZ平面上面震荡的 所以它有X分量 也有Z分量 现在要问 这样的一个波 它的频率是什么 波长是什么 跟它相对应的电场是什么 然后求它十些形态的电场 跟十些形态的H场 那我们先看这个 F跟Lamina 它没有告诉你F 不过它 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是等于J Beta0Y 所以Beta0是等于这个东西 而Beta0是等于Omega根号 μ0乘ε0 然后也可以写成这个 因为这个倒数就是C 这个相就等于它 所以你可以Omega 这个就是Omega over C Omega就等于C乘Beta0 Omega 我们先把Omega求出来 C乘Beta0 等于2.04π 乘10的八字法 Radiant per meter square Omega知道了 你现在去频率就很简单 Omega等于2πF F就是Omega over 2π 你把Omega写到这里 被2π来除 102个 Makhurt 注意这个单位 波长是C over F F求出来了 所以CBeta除 所以它就得2.94个meter 然后我们看 跟它相对应的H差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 你知道H差 你就可以写异常吗 对不对 知道H差 可以写异常吗 就用这样的式子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了 A到0377 那H 它的Ambudio是这个 然后它有两个分量 两个分量 就是它真正的相当是这两个合成的 那就是A Cross这个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乘出来 377 乘这个 它就等于1.1乘exponential J0.6 8πy 这个乘这个 单位是Volte per meter 后面这个 Ay乘上Ax 是负Z 负的就变成正Z 这又变成负的 好 Ay cross Z 是对Ax 因为有个负号 所以是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 它的电厂 电厂 电厂 浮数形态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求它的实学形态 把浮数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就是实学形态 那我们就把这个 称上这个 取实数 这个 1.1 把它在这里 然后这个东西 要跟这个合并在一起 跟这个合并在一起 就是Exponential J Omega T 减掉Beta Zero Y 合并在一起 是变成这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 J 括弧 Omega T 减掉0.6 就是Beta 0Y 好 好 第一项 AX 有个负J Exponential J 括弧Omega T 乘 Beta 0Y 它是有两项 Cosine这个值 加上Jsine 加上Jsine 那Cosine乘上这个就是 虚书不要了 那就是Sine Sine有个J J层就是负 负1 负1乘这个变成正义 所以它就是 第一项 这个就变成Sine这个值 好 这个呢 这是时数 那就是去Cosine 就是负AZ 1.1 Cosine这个 单位就是Volt Perimeter 这个是它的实斜形态 H上也是一样 实斜形态 它的复苏形态是这个 我这个写错了 这个不是带帽子 这应该是打箭头 这写错了 H的Vector H上的Vector 等于实斜这个 这是Vector 不是负数 不是负数 这是有时间的 好 它就等于 负数形态 整个这个是负数形态 称上这个 好 那去实斜啊 一样啊 这一项 AX AX 它就是Cosine 负AX Cosine 这个值 就是Cosine J Omega T 减掉 0.68万 这个呢 因为它有一个J 那后面 后面那个Cosine 可以变成 Exponential 可以变成 Cosine 叫J Sine 那Cosine 乘上J 就是变负数 不要了 因为它要取实数 那J乘J 是负1 所以它就是负的 AZ 然后取Sine 这是H Ton OK 我们再把这个 因为我们尽量要把 这两部分 变成 这个余旋 这个也是余旋 这个正旋 这个也是正旋 像比较好 比较大的Face 好 Sine 这是余旋 我们要变成正旋 正旋 要变余旋的话 那我们就是 加一个 二分之π 加一个 二分之π 就变成 这个值 OK 比如说你这个 Cosine 这个值 加二分之π 就变成 负Sine 变成这个东西 好 为什么就是 要变Cosine 就是比较好 比它的Face 这个Face 就要比这个 就是这个Component 的Face 要比这个Component 超前一个 多少 好 我们再看一个 立体 有一个手机的 基地台 它传送一种 UHF电池 讯号 磁场是这个 你不要管这个 现在你先不管 反正就是 电池波的磁场 是这个 它朝Y方向行进的 HX 它的Z轴 是垂直于水平地面 XY平面 就是Z轴 是垂直于地面 也就是XY平面 因为Z轴 是垂直的 所以平面 地面就是XY平面 现在要求 电池波的频率 更颇长 它的频率更颇长 写出它对应 电场 对应电场的 复苏形态 好 C是一位观察者 站在Y等于0的地方 用垂直 偶及天线 量测电场的 时间函数 假设没有任何耗损 就以下数据 对应的电场 Omega T等于这个 Omega T1 0 Omega T2 每次都是增加2分之π 这样的 好 我们现在解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你要求F的话呢 这里看不出F了 这里只有什么 只有Beta Beta 0 所以我们就用Beta 0 等于Omega Over Face就是C Face Velocity 现在就是C 因为它是在 Free Space 里头传播的 你把这个 除一除 Beta 0 是等于17.3 所以你就可以 求出它的F来 或者求出Omega来 Omega 就等于C 乘Beta 0 C Beta 0 等于这么多 Radian per second 你有了Omega 就可以求 Frequency Frequency是等于这个 可以求波长 2π over lamina 0 2π 17.3 这是Beta 0 来出 0.36个 Meters 好 要求EY 你知道H要求EY 就是这么求 要注意这个 这是An传播的方向 现在朝Y方向传播 所以用Ay 那这个377 Ay 它原先是 AX AX 乘上这个 看看 H 我们看看前面 我忘掉前面 是什么 AX X骗证 X骗证 没错 X骗证 这个 原来就有 原来就有 AY X 等于负AZ 负负的证 这个377 注意它单位是 microampere meter 只要成10的负6脂方 之后我们可以画成mini volt per meter mini就是10的负3脂方 EY EY是等于这个 它的实学形态就是把这个 负数形态 乘exponential omega t 这个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去real就是cosine Omega t 这个 好 现在它说 量这个电场 Y等于0的时候 Omega t1是0 Omega t1 就是0 那因此这个值它就等于 18.85 cos就是0了 这也是0 就是三分之 cos三分之π cos60度 二分之一 等于这个 好 Y等于0 Y等于0 Omega t二分之π 这个是二分之π 二分之π 加三分之π 就是六分之五π cos六分之五π 这个是0了 你把这个值算出来 就是这个 这很简单 Y等于0 还是这个等于0 那这个变成π π加这个就三分之四π 对不对 你把这个值算出来 带进去 然后二分之三π 也是一样 这个还是0 二分之三π 加这个 三分之π 六分之十一π 你把这个函数值 求出来 带进去 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0 这是二π 三分之七π 是等于这个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对不对